喝酒 彩宇說這個是夏天限定的檸檬美食 對唷 你們想不到吧 是不是 太好喝了吧 我覺得這個超好的 我覺得如果很害怕美食那種苦味的人 這個超可以 它就是酸酸甜甜的 對對 欸這好好喝 是不是只有在浦門站欸 只有浦門站才有 我們現在要去西村 然後現在在搭公車 對 彩宇剛剛跟我說韓國現在搭公車 就是不能夠帶飲料上來了 是什麼時候開始不行帶 去年9月左右吧 我有帶一個美食咖啡要上車 整件很兇的工作 下車 再搭下一班 把那個丟之後再等下一個車子 好跟我們一起去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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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真的是連女學長的同學 就是約我出去都是說我們去北村 但是真的很少人會跟我說 完全沒有人跟我說過要來西村這邊玩 假的 對我覺得西村應該是比較多韓國人 對沒錯 對 但外國人也不少啊 然後 對其實我剛剛也有看到一些外國人 所以呢 台灣的朋友們 大家就是來韓國玩的話可以來西村 今天來幫你們體驗一下西村到底有什麼東西 這樣子 聽說 聽彩宇剛剛說就是這邊其實有很多的餐廳 很多餐廳 我覺得那個 你們如果喜歡韓國風的那個咖啡廳的話 這邊就超多那種有特色的一種咖啡廳 這邊很多小店欸 超多小店 對啊 好那我們先去吃飯的地方 走吧 你看都有這種便 好美欸 好美喔 這個也很棒 等於就很多可以逛逛啊 就是 因為其實我們才剛走進來沒多久而已 然後就看到真的很多很漂亮的店 而且都是餐廳居多 對 對啊 而且這種店我覺得在跟Yom Nam Dong比較的話又不一樣 又不一樣喔 因為我覺得Yom Nam Dong是比較那種就是咖啡廳的那種感覺 但這邊是餐廳 但是它把它就是風格做得很像咖啡廳的感覺 沒錯 很美欸 好下次我下次都要來那個西村 大家打扮很漂亮來的話就很好 真的欸 我現在越來越期待我們等一下要去吃飯那個地方到底會有多美 好好好 哇 很有名的蛋塔店 很多人來拍過 你有吃過嗎 我有吃過 好吃嗎 好吃 我之前帶我男朋友來吃 他也非常喜歡 真的喔 然後呢 因為我很常會收到一些訊息是有一些網友們就會問我說那韓國現在的天氣怎麼樣 其實呢中午蠻熱的 蠻熱 但是晚上會冷 所以還是要穿外套 對 然後呢剛才就是餐廳有說這邊的物價都比較便宜 對 因為宏大其實真的是蠻貴的 太貴了吧 對 但是因為這邊我覺得它還沒有完完全全的被很多的觀光客就是發掘 對 所以它的物價可能還是比較低一點的 但是我覺得將來它可能也會慢慢的變高 對 以後也會變高 對 趕快來啊 趕快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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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來 耶 我們找到了 在這間 我原本以為它會長的就是很傳統的那種 對對對 但是它裝潢很像是那種咖啡廳的感覺 對對 好 我們一起下去啦 耶 然後這個呢搖一搖它就會過來了 麻辣豆腐 吃麻辣豆腐 吃麻辣豆腐 然後飯跟菜都是可以再加的 Nice 耶 你點什麼 我點了 Yukui皮皮膚 生油肉皮皮膚 你才贏的菜來了 對 感覺好好吃 我也覺得感覺你就很好吃 對 有醬油的味道 很香 對啊 第一口 第一口 怎麼樣 超香 真的喔 我們剛剛吃完了 很好吃耶 真的蠻好吃的 真的蠻好吃的 對 而且我覺得價格沒有那麼貴 真的 9000到1萬億之間而已 我覺得還算蠻便宜的 對 然後我們現在要繼續亂走 好 我現在跟柴瑩要去買馬卡龍 這間 有沒有看到給我這個圖案的 超可愛 韓國為什麼最近這麼紅馬卡龍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覺得韓國人超愛喝美式咖啡吧 對 然後覺得甜點 啊 配一個甜點 甜甜甜 而且馬卡龍大部分都蠻便宜的 蠻便宜的 對 所以就會就順便買個一兩個 嗯 好 我們去買 腿雞吧 所以它是一個冰淇淋的味道嗎 對對對 好多喔 看上去 對啊 好好吃 耶 我們買了 這個是 什麼口味 就是 辣椎粉 算是藍莓 啊 就是莓果味道的 對 酸酸的 然後這個是什麼 推雞吧 推雞吧是一個 韓國的冰淇淋 傳統冰淇淋的口味 那這個 就是那個冰淇淋外面 長得就是這樣子 然後裡面有那個草莓 草莓醬 有看到這個紅色嗎 有一點點一點點 好紅的 那我覺得應該好吃 因為我超喜歡吃推雞吧的 打開了 好 吃吃看 嗯 不會超甜 好吃 嗯 就是 有一個 有一句話我們叫 豚卡龍 豚 豚 豚卡龍 豚 豚卡龍 然後它是不是比原本的馬卡龍 胖一點點 對 那我們就加 豚跟馬卡龍的卡龍 變成豚卡龍 啊 就是豚卡龍 就是很肥厚的馬卡龍 對 很酷喔 好 這個雞巴的味道 真的超香 嗯 有冰淇淋的味道是不是 嗯 嗯 好像它是冰淇淋喔 嗯嗯嗯 味道有一模一樣 而且它冰冰涼涼的很好吃 嗯 而且它不會太甜 我覺得很不錯 我也覺得 嗯 大家 大家 我們終於就是 躲過了剛才最可怕的那個區域了 因為那邊剛剛很多人在抗議 就是很吵之外 然後就是也會有人在那邊 吼來吼去的 嗯 我覺得很可怕 而且他們對年輕人超不友善的欸 就是他們都會等啊 或者是就一直看 對 然後呢 我們現在呢 要去咖啡廳 這邊是安國站附近 對我們就已經離開了那個西村了 對 好 因為真的天氣太熱了 所以我們想要去喝咖啡這樣子 好 好 一起去吧 耶 采穎帶我來一間 他說是 新開沒多久的店 對 所以它叫咖啡島 然後這間超日系的 對 它有一種古早日系的感覺 對 然後這是我們剛剛點的 Amerikano 還有ラペ 喝嗎 好喝 好喝嗎 天啊我沒有喝過 好喝好喝 好你喝看看 我覺得很好喝 好喝 好喝嗎 這叫咖啡好喝欸 這叫咖啡好喝欸 這咖啡真的很好喝 耶我們人現在在美術館 因為我們真的是 不知道去哪了 但又不想要離開這一區 因為真的很少來 對 然後采穎就推薦 就是我們可以來美術館那邊逛一下 他說這邊有個展 是嗎 對 走吧 我們進來美術館了 進來了 然後他說六點之後免費 所以我們現在是不用錢的進來 買一個袋子 綁布袋 想說夏天可以用 必須要的 因為很多韓國女生夏天都會拿防護袋 對 我們逛完美術館了 對然後 我們兩個都非常的喜歡 就是韓國五六點的這個時候 就是太陽要下山的時候 就覺得很浪漫 對 對 對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吃飯了 那待會餐廳見 再見 我們來吃 壽司 然後這個是凱瑩的妹妹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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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吃鮭魚壽司 還有很多不同種類的壽司 很期待耶 很期待喔 這個是他上的 超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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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嗎 你好吃 你可以吃別的 對 好好吃 我們回家了 我真的覺得每次來韓國 就是一整天在外面都會超累 對 因為一直都在走路 對 對 然後我們今天呢就是 應該都是在警符宮附近 就是這樣子 繞這樣走對不對 對 但是很好玩 謝謝才能帶我 玩韓國 好 那就是這樣子 那希望你們喜歡這支影片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這支影片點個喜歡 那如果還沒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呢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然後可以快點 訂閱我們兩個的Instagram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吧 安妞 安妞